文西大火烧造了长沙城 曾经的风雅萧香 一夜间灰飞烟灭 不过百年间万间广煞 沿江而起 快节奏的外表下 仿佛看不出这里曾经孕育了 绵延千里的湖香文化 时光逝水 城市的急行船似乎永不回头 城市里的人步履匆匆一路向前 而陈奇选择放慢步子 回归到传统与经典之中 追溯光阴而上 他把大部分的经历 投放到湖香人物系列的创作当中 曾国藩 左宗棠 王夫之 周敦仪 这些历史上杰出的人物都来自湖南 而几乎被都市人遗忘 他们都成为了陈奇笔下的作品 他们都是所有的这些湖南人里最出众的这些人 他们已经脱离了一个共性的东西 他们有更优秀的一个品质和特点 当然也是在探索 只是想给他们立项 画出来他们的那种精神 三角备 对 我一看那边没有 没有 这里吗 摄神取向 攻在画外 人物的原型 常常需要借助很多史聊文献 他的好朋友和珊 严学金卷于阅禄书院 常常给他很多帮助 一个画人 一个提拔 株连闭合 相得益彰 他当时不太确定 胡乡人物到底要画多少个 然后哪些是里头比较重要的 后来我们就商定了19个人 胡乡人物从宋朝的胡安国开始 一直到今天 到底哪些是代表人物 其实可以两说 我们总体上的思路就是从 立德立功立严 这样一个角度来 划分 除了胡乡珠子 如学大家 陈琪还画过 观音罗汉 佛道人物 他的画格高至 西莫如金 流畅的线条中 透露出一种 特有的力度 画风简洁 给人的感觉 是安详的 他所有的画呢 传达出来的信息 气息是非常好的 而且基本功很好 他的线条是由他的情绪控制 他知道下一笔应该到哪里 这笔画到什么地方 画如明镜 照进画者的内心 陈琪的人 仿佛如他画中的罗汉 平和散淡 在时代的脉搏下 有自己的坚持 很多人说长得像个罗汉 罗汉以前叫杀贼 英贡 这种状态大概就是 你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得不苟浅 很磊落 然后你做什么事情 很直接 然后不要绕弯子 你要画什么东西 就要画出来 你最想画的那个东西 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做出来 你最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你要做什么样的人 你就活出来那个活法 时代的变迁不知所终 而陈琪始终是清醒的 对他而言 文化的记忆停留在原点 原点与终点之间 是这个城市的跨度 如果把这个跨度 比喻成一条河 那么陈琪就是一叶小舟 它的轨迹 代表了喧嚣生活背后的 另一种可能 我再没有 快乐起来 在这下 哪里有 又不是